在刚刚的VCR里面 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很大的远景 你特别提到了两个字就是使命 你有听到什么叫 比方说突然听到一个很遥远的声音说 嘿 冠白 来做Storywear 独臂到望千年我们感觉很像就特别厉害 然后就把这千年影片丢到网路上 然后就造成了还蛮大的一个回想 大家说做成茶我买单 两个不同领域的地方去做一个连接 就是透过这样的连接去创造新的创意 这是我们以前过往在想创意的时候 很常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把它用在我现在说书 我讲的内容上 好 虽然当时有有不确定性 但是现在呢 因为已经走过要十个年头了 然后募资金额已经超过二十亿了 我的天啊 这根本就是一个吸睛机器啊 你的豆芽菜是用正心正念 下去种植的 所以你的豆芽菜还有正能量 会买我们的芽菜客人都还蛮 我觉得都是正能君子 所以这样刚好就其实是可以抖起来的 就是它的产地履历 对 所以我马上就知道这些东西的特殊性 就是然后 对 但是这个老美也是不知道 对 所以 这是应该不能够 可是不能够 如果人生我们假设我们只能活到四十 好不好 就只活到四十岁 你就会浪费两年的时光在我身上 那我就保养你两年 你就陪我一起吃苦 对 那我们就试试看 对 这有点像是一个男生在追女生的时候 会说出那种不切实际的话 你说不切实际 你就嫁给我两年 好不好 如果两年之后 我们没办法跟你更好的生活 我们就离婚 对 今天坐在这边看着你们会觉得说 可能就出张嘴啦 然后找一些设计师朋友再喝两口茶 然后做出漂亮的包装 然后就把茶卖 没有 你们是从一开始就跟着做 是真的 我看影片说实在是真的有点敬佩 因为我本来就很反骨 然后我就在想花意 看得出来 对 我想说花意花意 为什么大家都要用艺术的意 可是我就觉得如果你把花变成一个疫情 然后大家把它散布出去 它就是一个很浪漫的疫情 它是一个好的 就 geral了 potent了 因为我从 fps上到加入你 我觉得你就怎么结好 不离 prepare 不会也将稍结穿你 这平均生意 Entrepreneur 变真不知道 这